我是準備真的想要遇見更美好的自己而不是完美的 我的心境轉折其實有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我在醫院救治時期的七十一天 那個時候其實我想要好起來的起心動念 真的只是在於說我不想要再看到我家人哭了 因為那時候其實每天要換藥清創之皮 一直routine做這些事情 我都會放生大波 看起來很痛 然後其實我有覺察到我的家人也是 就站在病房外非常難受 所以那時候我只是想要為了家人 停止他們哭泣 第二個階段想要好起來的意念在於不甘心 我會覺得說我憑什麼被你們這場意外注定 我覺得除了就是把你手留下來的不平整的樣子以外 我所有的事情都沒有辦法讓步 所以我就是不甘心的一股力量驅動著我 第三個階段的時候其實已經來到了去年多 我已經寫完了我的書 其實我覺得寫書它其實就算是一個自我療癒的旅程 我覺得其實就有點像在治理行間做療癒 然後把所有的髒血排出來 發生以前的我那時候是24歲 24歲以前我其實基本上 這一切算是滿圓滿滿平順的一個女生 然後心思也很單純 但是真的那個火一剎那就這麼過來 沒來由的過來之後 我覺得前面那個我已經死了 算是死掉了 不是它不是完全的消失 但是我已經退變成另外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一路以來我變得更有智慧了 對 我覺得有智慧非常多 而且也更為珍惜當下跟身旁所有愛你跟你愛的人 我有一天就坐在床上就看到我 曾經寫過的一個人生必做的50件事情 我就瞄到上面的第14項是就寫一本書 它就是非常清晰的耀然於至上 我會覺得說這好像是個賽耶 就是我想要寫一本書 它正好剛好也有一個故事 雖然這個故事好像是一個壞事 但是我希望把它 就讓壞事來美妙我的人生 我覺得所有人都是一樣的 一樣的獨一無二 無亂是我們的傷口 我們的悲傷的快樂 其實全部都是獨一無二的 你人生中遇到的每一個事件 遇到每一個人 最後連在一起 連在一起的那個整個點線面 最後就會描繪出你的輪廓 跟你的思想 對 就反映在你整個人身上 所以就是大家看起來既一樣 但又不一樣 我們一樣的地方就是 因為我們夠獨一無二 在一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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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